花莲市公所前往北海道串路市的参访行程 还由串路市役所综合政策部长千野龙博陪同 前往串路市的珍贵动物保育区和国家级的生态园区来参观 同时还欣赏了北海道少数民族爱牛人的传统剧场表演 花莲市长魏家彦表示 两个城市有很相近的地理人文资源 彼此的友好往来将有助于相互学习成长 在北海道串路市役所综合政策部长千野龙博的带领之下 花莲市公所访问团也展开了串路市的重要景点和文化参观体验行程 首先前往丹顶鹤自然公园 了解串路市对珍贵野生动物的保育方法 同时还欣赏到丹顶鹤的美丽姿态 接下来前往串路诗园国立公园参观 拥有两万八千公顷的诗园腹地 其中动植物生态丰富多样 是日本非常重要的自然保育景点 随后再来到了摩州湖参观 以高透明度文明的摩州湖景色优美 独特的摩州蓝 号称是一生要欣赏一次的美景 最后还前往北海道最大的爱奴村落 参观爱奴人的房屋建筑 手工艺作品 还欣赏了爱奴人的传统剧场表演 一连串的参访行程 让花莲市访问团感到非常感动 我们有到自然的一个丹顶鹤的一个公园 民主的这个部分 我们也希望说未来能够持续的交流下去 那也有提到直航的部分 也希望说未来在日本空港这个部分 包括地勤包括飞机如果有可以容许到我们直航的这个部分 我们会积极的来推动 那也希望说市民朋友 还是串路市的市民朋友 也都可以在两市的交流 那我们一起来推动我们观光 花莲市长魏佳燕表示 这一次的访问行程让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 也学习到串路市许多优良的政策方向 对于花莲市政推动有正面的引导 未来也希望两市有更多的互动往来 让双方的市民也能够有进一步的交流 就论会串路市报道